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一位来宾哦 就是我们邀请到在阿卡佩拉界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他入围过金曲奖 更是我们阿卡佩拉界团队里面所有我们真宠的老师 我们一定要邀请他来指导我们哦 而且只要有他的指导 几乎可以在大赛里面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掌声来邀请我们的阿卡佩拉界男神 潘贤荣 潘潘老师 大家好 我是潘潘 那呢我就曾经入围过金曲奖28届的最佳演唱组合奖 那也有在各大学 现在目前是台湾在最多所音乐系 在四个音乐系 指导这个阿卡佩拉的讲师 那也拿过两次的国际冠军跟两次的台湾冠军 那曾经呢指导 对 像譬如说像Fantastia跟着我一起 征战过各个的各个的这个阿卡佩拉的场合 这样也拿过这个大概14次的这个金牌 那我来一段这个演出呢 你可以把它细分为 你可以叫他做B-Box的Solo 也可以叫做Vocal Percussion 当然啦 我们今天的演出呢完全没有乐器 所以呢 也可以叫做阿卡佩拉的个人秀 好 来带来一段演出给荧幕面前的你欣赏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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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人生Vocal 做Percussion 打擊的一種聲部 那我們有基本的三個聲音 所以呢 你學會人生打擊之後呢 你不只可以在阿卡貝拉圈做一個打擊手 你也可以怎樣呢 像剛才一樣做一個嘻哈 現在嘻哈當道有沒有 那你如果你們班上有會Rap啦 或者不一定嘻哈喔 有會彈鋼琴 彈吉他的 你都可以用這個節奏的 這個節奏口技的感覺 去跟他合作 那我們要教一個在人生打擊 或者是嘻哈裡面叫做Beatbox裡面 它有一個共同的聲音 叫做BTK 這三個聲音呢 就是一個基本的鼓的聲音 這樣子 那我們來做一個就是練習喔 我們先從第一個聲音開始 這個大鼓呢 它是這樣做的 然後我們大鼓的意思呢 我們如何利用我們的嘴巴在麥克風裡面 做到大鼓 就是因為麥克風裡面呢 有這個收音用的碳粉 所以其實像有些長官啊 或者是講者他上台的 雖然這個聲音不太好 但是示範一下說這樣是會有 那個麥克風的碳粉 它吸收到我們的頻率之後 它會轉換成電 轉換成聲波 然後從你們的耳機 或者是音響播放出來 所以當這個收音的碳粉呢 被刺激到的時候 它就有 噗噗 有一點大鼓的聲音 所以 業界的小技巧 感謝君君這麼的驚訝 因為平常都是唱女高音 不知道一個噪音有這麼多的學問 對不對 所以業界小技巧 就是你如果在 在有音控的場合 說就是拿麥克風要演出 你一定要跟音控老師說 老師我這一支是要做人聲打擊 或者是要做B-Box 不然他會以為你這個聲音 是你充當哪一個校長很不爽 一直在檢查麥克風 有沒有 就是他會覺得說 他們家的玩具 你一直在給人家破壞 但是你當 當你說出你是這個B-Box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哇 你一定是要用麥克風做出 這個很炫的大鼓的聲音 好 所以 簡單版呢 我們就是用大鼓的聲音呢 我們其實對著麥克風 然後對他噴氣 所以呢 在 你如果是耳麥的那種 你也可以 找一下你的那個收音的口號 輕輕的對他噴氣這樣 那我們來做一個節奏小遊戲哦 預備 開始 好 那藉由剛才的 剛才的練習呢 來講解一些小技巧 譬如說呢 像我跟俊彥都是做這個人聲打擊為主嘛 所以聲音都會比較扎實 但是呢 唱歌的人呢 你有時候聲音會 因為我們唸布的時候 會有一個 嗚的口腔空間 你要維持住 因為呢 剛才我聽譬如說 可能 君君比較少在做打鼓的聲音的時候 他是 啵啵啵啵 大家聽聽看哦 我一個是 我第一個是 啵 第二個是 啵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聽到 第二個 嗚的這個口腔空間 他的低頻造成的低音的空間比較多 所以呢 我們要維持嗚的聲音做 他會比較像大鼓的感覺 好 我們再來 音樂小遊戲哦 給這個掌聲鼓勵 第二个声音呢 开盒靶 它叫做hi hat 它呢就是你可以想象是 爵士鼓的专门在负责稳定节奏的一个声音 它是两片靶 然后它平常盖起来的时候 你去敲它 它是 它不为所动 就是比较尖锐的金属声 但是呢 你打到那个靶 然后你的脚再放开一点 它会围开的时候 就是 才会有一个绵密的长音 其实就是利用两片金属片的快速震动 会有这个长音 所以呢 它非常简单啦 有一个口诀 我们台湾会用注音嘛 跟着我一次哦 合体 变化了哦 C-C-C-C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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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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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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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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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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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給這個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剛才我加了一些 那個hi-hat秘密 有長短 C-C-C-C 還有輕重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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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esch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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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這個東西在音樂裡面叫做articulation 聽不懂沒關係 他在中文叫做意揚遁挫措 聽不懂沒關係 他白話一點叫做輕重長短 這個好玩的地方是 雖然我們用在 這個樂團的音樂術語裡面 但是他講一個小秘密 我们最近都在看嘻哈类的节目居多 这个在嘻哈里面就叫flow 所以一个人就是那个评审 或者是观众说这个人念的没有flow 其实秘密就在于他有没有把他的歌词 用有轻重长短让他的东西更丰富 我示范一个用hi hat有轻重长短的 没有的话应该就是这样 加了一个有轻重长短的哦 有没有我的节奏都不变 但是有轻重有这个长短 没错就是有有音浪有flow的这种感觉 好那再来一个小技巧哦 我们在我一次大家一次 因为我要进阶的借由回答fantasia团圆的问题呢 也模拟一下在荧幕面前的你 你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来我一次你们一次哦 好那我们每个人呢 其实都是天生就有不同形态的乐器嘛 有一些高音有低音 所以呢这个hi hat呢 他容易呢 女生比较容易做 因为我们女生有这个头腔共鸣 聲音比較亮 所以會特別有 比較嘹亮的聲音 但是男生呢 有時候就會聲音暗暗的 嘖嘖嘖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進階小技巧 在你的嘖裡面加一點點 一的感覺 好 三位男士我們來一起試試看喔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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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喔 那所以你們聽聽看 如果平常的嘖嘖嘖 然後加一點一嘖嘖嘖嘖 有沒有 聲音就變成特別的亮了 它就有一個金屬的聲音 好 第三個聲音最簡單啦 BTK嘖嘖嘖 第三種聲音呢 它是同時敲打我們的鼓框 小鼓的鼓框 以及大力道呢 它小鼓下面有一個 你可以想著它的底層有一個響弦 會同時震動 所以呢 這個聲音就跟櫻桃小丸子 有一個同學 叫做野口 聲音長得一樣 我們來試試看喔 噤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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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它的聲音我們只要很輕的話 有不同的音色可以代表不同的情緒 在比較譬如說像Barsanova 比較輕柔的 《宵夜麗莎》的這種曲子 我們只要輕輕的打鼓框 不用讓它的響弦連動 它就會 但是我們如果像比較嗨的歌 像自由說愛我 說愛我 它 感覺就有點不夠味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要把那個弦調緊 有那個金屬的 其實是噪音的這種感覺 讓你的身體呢 聽到這個高頻的聲音會比較亢奮 所以譬如說說愛我要 它就有 有一個 有點類似吉他開破音的原理是一樣的 它把它的高頻變多 所以人耳接收到適度的高頻之後呢 就會怎樣 會比較興奮的感覺 好 我們三個聲音加一起這個小遊戲 來試試看喔 B T K 那我們先一個一個來 維持嗚的口型 HIGH HAT 短的時候 TOL加E 好 加FLOAT 混歌不錯喔 加K 很好 妳可以 JUA 加一齊 好 我們 readers鼓勵一下 那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就是最環保的樂器 有沒有 你不用怕說歌聲不好 可能我歌聲沒有Anita跟君君 或憶成這麼嘹亮 都不敢唱主旋律 但是呢 可以做什麼呢 像俊彥一樣做那個用節奏 沒錯 做成一個團的聲音 好 那想請我們的Anita 接下來還有想要許什麼願 教什麼東西給我們一幕前的觀眾嗎 這個呢 我們有安排好 我們就派出我們的憶成來發問囉 太好了 我覺得剛才學到很多很精彩 然後又可以練習的那個地方 就是大家回去都可以練習這個節奏口技的部分 那我還想多問一下潘潘老師 那如果像這樣子啊 基本的節奏 基本三音學完之後 有沒有辦法可以應用到不同的歌曲裡面啊 不同歌曲 我 好 我來一個大補題好了 我直接把歌曲分為 一分為二 好 所以呢 我們 歌曲最簡單的就是有什麼 快歌 跟慢歌 對不對 當快歌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用比較像 類似搖滾的打擊的方式 那我怕大家第一次學嘛 一幕前的你第一次學這個 嘴巴還可能 沒有練動 就是跟不上 我們先念口訣喔 就是搖滾的其中一種 然後我唸一次 大家唸一次 不吃可可吃不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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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鼓 不吃可可吃不可吃 不吃可可吃不可吃 不吃可可吃不可吃不可吃 不可吃不可吃不可吃 好 这个节奏因为它频繁的三种声音 都是丰富的出现 听起来就会比较嗨 但是一样的歌呢 在慢歌抒情歌里面呢 我们让它稳定一点 所以B跟K都比较少出现 这个叫做 英文叫做Slow Motion 慢歌 或者是人家说 芭樂歌的时候 抒情歌嘛 变事歌的时候 也可以做这个慢版的 但是我们节奏不变哦 那么口诀跟着我念一首 不吃吃吃可吃 不吃可吃 不吃吃可吃 吃吃不吃吃吃可吃吃吃 不吃吃吃可吃吃 可吃吃吃 不吃吃吃可吃吃 不吃吃吃可吃吃 可吃吃吃可吃吃 好我现在故意把声音 我们就是快慢快慢 让大家听得出 那个节奏造成不同速度的情绪差别哦 所以我们先一起念哦 我们就一次快一次摇滚的 就是不吃可可吃不可吃 然后我们各念两次 然后就念不吃吃吃可吃吃吃 也念两次 然后我们再循环一次这样 先一起念哦 1 2 1 一起念 不吃可可吃 不可吃 不可吃 好 雖然聽起來蠻蠢的 音樂都用唸的 想說現在是宵夜時間嗎 還是到底可不可以吃 好 我們 肚子都餓了 沒錯 我們把節奏唸熟之後 一樣的東西喔 我們變成鼓的聲音 大家聽聽看 快慢交錯的時候 在一樣的BPM 它是有不同的情緒魔力的喔 一 呃 變成鼓 BPM BPM 慢 BPM BPM 快 BPM BPM 慢 BPM 很好給這個掌聲鼓勵 初體驗 對 除了那個節奏組之外 Vocal組第一次 享受這個不同的情緒 可以打不同的打擊 好 雖然有回答到 我們南高音議程的問題嗎 非常有 所以就學會了 慢的節奏的打法 快歌跟慢歌 快歌跟慢歌 那有沒有 像是有些歌啊 有很多不一樣的 曲風 比如說像是 周治人是流星歌嘛 那有沒有像剛才有說的 搖滾的歌曲 那還有像剛剛講 小耶利莎唱的那種 BPM的曲風啊 那我們的這種 基本的三義 有沒有辦法 也可以應用在裡面呢 好 那我們這個 來個精華版 因為我們剛才 是搖滾的快歌 跟舒淇的慢歌 時間用比較長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我來示範不同的節奏 但是我們學以之用 我就 我就自己做自己 然後我無限重複 然後大家可以 特別把這一段 怎樣結起來 然後 然後你可以特別 就是聽這一段的曲子這樣 那我接下來分享呢 像剛才說有 搖滾的嘛 好 我 我就 就是 從 我就重複的做 然後大家聽聽看喔 好 那慢歌的呢 來喔 好 接下來到新的領域 分享一個 它的音色聽起來很輕巧 但是呢 它是個舒服的歌 就像我們的南高音議程說的 它就叫 Bassanova 那當然 它是一個 在 就是一個特別的 爵士的 一個演奏方式 那我就 無限循環大家 聽用 可以先 就是利用我剛才的 等一下 一直循環的演出呢 你先聽出 BTK的弱點 這樣子 然後你在 熟了之後 你念熟了之後 其實這跟 管樂的技巧一樣 就是因為管樂 也有很多 什麼 大黃蜂 有快速音曲嗎 你一定要把它 唸得出來 或唱得出來 你才能把它 完整的 正確的音色 才把它做得出來這樣 好 Bassanova 1 2 3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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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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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它就是完全像我們剛才的hi-hat一樣 它只有一種一類的音色 就是hi-hat的聲音 但是呢 我們把它做這個flow的聲音 ts... 有輕重又有長短 就是等於把剛才教的一揚頓挫 全都塞在一起 它就會變成 ts... ts... 哇 我們太幸運可以邀請到潘潘老師來告訴我們這麼多 我們很少會知道的事情 太專業了 謝謝 Nita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嗎 是 好 就是我們為了等到你來這一次 我們特別做了一個自創曲 繼續往前 希望有一個機會可以跟老師一起合唱這首歌曲 是 我的榮幸 對 那我們就在沒有練團的情況下 來表演這首歌給大家聽聽看喔 好 你們要不要講一下這首歌的 它要表達的故事 因為... 啊 不小心講出練團的過程了 因為聽到你們的音樂的時候 那個歌詞我看得滿感動的 也滿適合送給螢幕面前的你 因為它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感覺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實我寫這首歌曲的時候啊 真的是想著我團員們的每一張臉 所以我腦海裡面 不管是... 我是從副歌開始寫的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這兩年來 就是經歷過什麼風風雨雨啊 甚至是我們一起去年去比賽 然後甚至拿到金牌 就是我們很開心 然後又很難過 的那種 很... 五味雜陳的心情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寫歌詞的時候 我才是把期許 就是希望我們未來 就是今年的比賽 或者是明年我們想要出國的心願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站在更大的舞台 把它完整呈現在這個歌詞上面這樣子 所以希望可以帶來 也帶給大家 就是 真的是繼續往前 就算我們遇到困難 也不要停下來 1 2 3 4 每天早上醒來 都覺得自己在做夢 看著擁有什麼 我又愛唱歌的夥伴 打開電腦像企劃 彈著鋼琴唱著歌 看看窗外 每天都好適合練歌 我一直相信我們 會有更大的舞台 讓我們可以繼續 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我們不要停下來 我們不要停下來 繼續往前 我們就要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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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下去吧 走到發光 我們就說